ok 你们要来上我的 course ok 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来上我的 course 你就会拿到level 1的教练资格什么 这个东西很多东西 我看越来越多 你会看到那些人根本是没有打过 甚至有些人没有接触过 我只是去上这个 course 上一两天 甚至你看youtube video的人 可能比他更有知识 上一两天他们就拿了一个资格认证 然后他们就讲可以开盘教人 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承认的level 1教练现在教人 你看到这样子吗 有些甚至把他水准降低 就是因为他要给多一点人来 因为如果你给那个人level 1全部fill到完 你就没有level 2的资格认识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那些运动教会我的事 这也是一个通过运动来探讨人生 分享训练心得以及科普运动十四的平台 你是否还记得当初那股对运动的日血是什么味道 你是否还记得那些年运动为你的人生带来什么启发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认识少年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画龙 那些运动教会我的事 第八集开播啦 本期的节目嘉宾是有着马来西亚综合格斗界之父称号的 Malvin 杨千亿 他本身除了是名国中老师 同时也是位综合格斗教练 多年来培育了多名职业拳手 目前也在欣赏Mal Austin经营着自己的拳馆 当我第一次听到Malvin故事背景的时候 我就在想他也真的太酷了吧 因为我个人就觉得相比起其他的搏击运动 综合格斗的观赏性来得更高 拳拳到肉 比赛见血也是家常便饭 但又有谁曾想过这样的一个教练 既然还是一名国中老师 每天在学校里和学生谈着许多的大道理 Malvin将会在本期节目里和我们分享 现今社会如何看待综合格斗 导师资格认证带来的一些现象 科学训练对综合格斗带来的帮助 以及综合格斗目前在马来西亚所面对的挑战 如果你对竞技格斗有兴趣 或者是想着如何提升自己的格斗水平 我建议你可以来听听看Malvin的分享 准备好了吗? 戴好你的耳机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我们先让Malvin和大家打声招呼 哈喽大家好,我的名字是Malvin 我的职业是一名 full time的学校中学老师 然后我的副业就是教MFA咯 我有自己的那些权管跟本院那些 我教书总共教了大概16年 我教权大概也是这样子15年这样子的时间 从2006年开始 那我和Malvin的认识呢 其实就是通过我之前大学的一名学姐 她知道我也在经营podcast 然后她就和我说她觉得有位嘉宾 应该挺符合我的节目需求 那就促成了今天的反弹节目 当我在准备Malvin资料的时候呢 我一直觉得Malvin真的太酷了 她除了4名老师 同时自己也接触AMA这个运动 然后她旗下也有些明星选手 那其中一位我相信 如果大家有在接触AMA新闻的 应该对这位选手一点也不陌生 那就是Jihin Rajan 那Malvin我一直觉得你的身份真的很特殊 就冲击还蛮大的 你又是学校老师 那本身又是在经营的一个拳馆 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在几岁开始接触综合格斗这些运动 然后又在怎样一个契机下 创立了你的Ultimate MMA Academy OK 其实要讲到接触综合格斗 要从最早开始说起 因为毕竟综合格斗也是1993年 世界上第一个才开始的 而且当时的时候1993年开始 在美国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称为综合格斗 他们只称为铁龙赛 就是任何的门派规则 都可以藏在一个铁龙里面打的那种 OK 我首先是这样子 我13岁的时候 我当时中一 中一就也是这种少年人龄 也是很喜欢打架之类 而且我家乡是在波里斯州 那边靠近泰国边界那边 然后当时的时候 就要找一个课外活动 然后我也喜欢打架那些 又好斗那些 后来的时候我就 在FORM2的时候 大概就14岁的时候 我就去加入那边的跆拳 跟那边的跆拳道班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慢慢学习 就一直比赛 然后后来的时候 又开始组成一个队 就带队去比赛代表学校 这样子 然后后来的时候 17岁的时候 我就进入大学 在那个就是跑来星山这边 读那个工艺大学的那个UTM 然后读的时候 在里面也是有接触了一些 那些这些练拳的那些朋友 Tekwondo Galate什么都有 就一起参加一起练习 有时候切磋 可是我从小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追寻学 越多越好 这种练拳东西 还是有那种心理 那种好斗的心理 然后后来的时候 大学毕业的时候 过后的时候 就酬了一笔钱 就直接 我就去美国那边去学巴西罗术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看看 诶?我会知道巴西罗术 是因为当时的时候 我就看那些杂志了 看那些格斗杂志那些 他就讲 外国开始93年 开始有主办综合格斗了 然后后来的时候 就可以决定讲说 那个武术最强 因为当时还是这种想法的人 那个时代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武术 可以放在全部规则里面这样子打 后来的时候过后 就想要学更多 想要学更多 因为当时的时候 马来西亚你可以接触到 基本上除了柔道 柔道跟柔道 柔道是那种 作人跟勤拉道以外 其他都是打机器的那个 的那个拳术 比如说跆拳道 柔道柔道柔道 柔道那些都是打机器 就是用拳跟脚打人 后来一学 学了两年 后来就回来马来西亚 当时是2005年那样子 后来的时候 2005年就开了学的拳馆咯 没有当时开拳馆 那时候也是没有本钱 没有什么玩意 因为我还是一个老师 我回来的时候 我在中学教书 后来教书 或者就感觉到很无聊 每天自己就是这样教书回家 玩件 教书回家玩件 又感觉到很无聊 然后又回来这边 又又遇不到那些 练拳的朋友 后来的时候 就跟学校学生混得很熟 跟学校混得很熟 过后 后来的时候就好像有教他们 一两招 后来我心里讲 反正我家里 学校这样静 因为当时我住一家屋 后来的时候 就在我家的范围那边 黎巴那边 就教学生来家里玩game 顺便教他们一两招 就越来越多 左邻右舍 小孩子什么都跑来练 那我心里想 反正我都找到kaki了 我都找到 好像自从高和 教学生 教小孩子的店 就直接租一间店来开 当时也是租一间店 那边也是学生的 巴巴的 二楼那边 后来的时候就租一间店 租金也是蛮便宜 租一间店 后来就租金里面 因为直接省钱 不用再租屋子 也是在学校附近 就开始教 当时开始教 日本钱什么都没有 地板也没有那种软店 去找那些什么 去找那个人家 那个人家拿来包 那软软东西 铺在地上给他评到 因为当时就算你有钱 你要买软店也买不到 更加不用讲 是没有钱 过资金买 沙包也是只有两粒 后来就慢慢慢慢教 教人越来 人就多 可是当时比赛又少 就没有成绩证明得出水准 因为我的人是这样子 其实我很喜欢 不知几次去试试 就是很喜欢去尝试 挑战的 后来的时候过 就只能去比别人 别派的东西咯 比如说我们 MMA有联益 就是楼树那些 当时楼树在 Malaysia 就没有名 也只有KL 跟这边有 只有两件 然后后来的时候 就只能去比柔道这些东西 比柔道也是 就是讲 没有鱼虾都可以 只能去比柔道 比柔道 然后那种 这边又没有泰拳比赛 就只能去比那种 无数闪打 开学生器比 有比就有赢了 后来的时候 就慢慢开始做出名堂来 然后过后 慢慢慢慢进步到 人多又比较有名了 我自己也是比赛 后来 马来西亚第一次的主办 MMA铁龙赛 那时候是2010年 在KL三维比拉面 有主办 MMA铁龙赛 就是外国人 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 当时每10kg 一个级别 现在没有 然后我就进去 带4个学生器 结果我们4个 都得到第二名的 当时好像 参外国人怎么打 甚至我一个学生 只有16岁了 就刚刚开始有名 有名 就搬去更大的 就越做一道 后来慢慢 2006年开关 2010年搬去 做更大 2010年到现在 整个过程中 就总共有了 5000分院 慢慢做做做做 做起来 然后我在2011年 签约跟One Championship 也是从那边开始 慢慢更有名 那种 然后接二连三 也是有很多个学生 也慢慢进去 One Championship 比较成功的 就有那个 我们有一个土足同胞 女生很年轻 她就是叫换影猫的 刚才你提过她名字 就达到世界 ranking 第10里面的排名 是这样子 整个过程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 慢慢接触MMA 慢慢发展到 变成更加这样子的规模 我觉得我本身 不能讲说是那个 你要每次讲 哦好像说MMA支付 我觉得只是 inspire 还是给人家idea 来在本地来做的更大 更好一点 是这样子 嗯哼 刚才你真的也是不容易 之前我都还没有听说过 说你就是在 读完大学过后 你还有自己往 美国那边去学了 一个两年的巴西柔树 可是综合格斗呢 就给大多数人的印象 它都是一个很暴力的运动 那以往的大众社会呢 他们也比较不认可 你现在就保持着 你本身是一个中学的学校老师 然后又是一个 综合格斗的教练 那有没有因为这个身份 导致家长 或者是社会 对你有着一些异样的眼光呢? 说一个半年前 还是十年前 就是2010 2010年之前 还是20 这样子的时候 还会有这种想法 可是现在 随着综合格斗 也是变成普遍化了 尤其是 One Championship 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是 他们给整个全部亚洲 我们讲亚洲的国家 我们就讲西方 亚洲的国家 多数都是在他们电台 电视机有免费直播 就是给人家看免费 就算你没有电视机 也是给YouTube 和Facebook免费看 我不认为有一个世界大型的拳赛 还是足球赛 给你免费这样子看 免费给人家看 连续做这种东西 免费给人家看 连续做了最少三年四年了 你懂吗? 九个九字 你看他妈妈当中在播 什么都在播 所以九个九字 他已经成功改变了人的观念了 一开始的时候 像我讲到十年前的时候 开始看MFM的时候 你少接触到 你看那时候人的观念 就是看到 哇在铁龙里面打 因为我们看电影 是那些追犯 那些监牢里面的黑视权 就是进铁龙里面打 你懂吗? 后来那时候在铁龙里面打 像他九个九字了 后来人家有一观念就想 在铁龙打里面一定很危险 铁龙可能有电 之类的东西 后来1SC就免费给人家看 这样子他成功改变了 人家观念 你看到现在宝费那种 也是普遍化 有Food Panda 这些之类的东西 你当你看到有Food Panda 这些啊 GoDaddy这些 可以进去赞助这种大型项目的时候 他们丢这些钱是很多 几亿的 你就知道 那观念人呢 已经改变了 你懂吗? 因为如果是 如果是还是人家觉得暴力什么的 这种大公司 普遍化大公司 比如Food Panda Grab Card这些之类的 他们是不会进去赞助这种项目的 他们去赞助足球 赞助Baginton什么 是不是更好 所以你看到 你就从广告方面 你就只看到人的 这种运动的观念已经改变了 所以现在 这个10年里面来 没有学生 人家讲到学生认为是暴力的 这些东西 他们可能认为是一个 运动 一个防生素 这些之类的 其实基本上 如果你比较Modern thinking的人 听到人家学生 学生 你甚至不会想到是打架 你甚至不会想到是那种 暴力这些东西 你只是看成 丁度 你看成是一个运动 还是看成一个防生素 所以现在这个是他的好处 资讯发达的 那好处 改变人的观念很容易 可是像刚刚Melvin你有谈到说 在一个可能10年前 那每个人的一种想法 都还是会比较属于 old school 老派的 那有没有一些家长 会是阻止他的孩子 不要来跟你学权呢 这些事情阻止孩子不要来学的 我觉得应该是 你讲以前的时候 以前那个10个case 里面大概有一个case 是这样子咯 就有发生过吗 有啦 10个case 一个case 他们会讲说 10年前啊 不是现在啊 他们就讲说 哎呀 可以有这样多东西 可以学这么大器 可以学读话 学营业 这些之类的东西啊 可是那个是10年前啊 现在不一样啊 现在是很普通啊 现在我MCO 甚至有些家长 靠年了啦 他们就可能看了孩子 在家里面是做我摸摸啊 甚至还会message我摸摸 看 诶 教人你打益皇家的没有 什么啊 我可以送我孩子去啊 你自己自己教他吧 这样子 而且还是那种 不是普通家庭 是那种比较 中上接等的家庭 你家长还会这样子来问我 就讲说 他们甘愿承担 那种像COVID嘛 他们甘愿承担那种风险 也要给孩子继续练啊 不要给孩子 男生啊 不要给孩子啊 这样没有事做我摸 这样子啊 你想想看 他们这个现在时候 如果有家长这样子问 就是证明 他们真的很看重这种事情 因为他甘愿承担这个风险啊 像比起来你说家长重视我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他们 更欣赏你这一个人物特征吧 就是说他们觉得他的孩子 就是来放在你身上的那边 即使说派训你的全广 可能帮忙打扫啊 或者是跟你训练啊 还来的相对的安全 好过他们在家里每天 就是无所事事 在那边打游戏吧 应该是可以这样子讲 你要你塑造出一个形象 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那个家长 假设啦 家长可能他 他认为我是好人 可是他心里想可能我乱跑 可能容易会感染到病 他也不会这样子问 可能他只是觉得 这个老师应该是有自律的 他应该是不会乱跑 就算是COVID现在疫情还不会乱跑 所以他才会这样子 message来问 教练你打针了没有啊 这样子啊 他讲说我的孩子 可以来私底下跟你学吗 这样子 这样子而已 可是也是三个月没有来 这样子啊 有这样子问不是一个 甚至有人这样子问 比如说像我讲的 这些家长是比较中伤的 他们不是因为要打发孩子的时间 还是要自己做自己事情 要把孩子丢给我这样子 不是 他们真的是在给孩子的 因为我懂这些家长 据我所知呢 你之前担任学校的纪律老师 对不对 然后也曾经把有纪律问题的学生 带往全馆念全 在出访的时候 你有告诉我说 也有一些学生不服 中间也发生了一些趋势 对不对 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当时的故事 以前的时候 是有这样子的事情 比如说像有一次 以前那时候大概 一年前十二年前 那时候我还 那时候我就在 就学校中学教授 中学那边那边 多数国中 中学教授 那时候那边多数是华人区 那华人区 那边是当年那边 那边是很出名的 Gangster那些之类的 所以我就讲其中一个故事 那时候我刚刚被派去 那个学校教授不到一个礼拜 然后我就在那边 好像我就在那边 堆一个学生 凶 然后那个学生 就好像说不甘愿 他就讲说 你放学的时候 你下不去 下门口等我 什么之类的 然后来的时候 过去放学的时候 我就真的去下门口 可是我不是故意去的 其实我也是 我们每次老师 放学的时候 去下门口 去确定安全 学生安全 踏车回家之类的 我去下门口 去到我 他真的叫了一堆人来 像那些Gangster 叫一堆人来 然后一堆人来 后来他老大是一个 二十出岁的人 然后后来的时候 他的老大就来问他 讲说 是谁 是那个老师 好像跟你讲事 然后他就指是我 然后他的老大直接一巴掌 就给他 跟他讲 你知道这个是谁 然后他那时候过去 沙沙在那边 因为那个学生 那是FOM 3 然后后来那时候 沙沙在那边 然后他的老大就跟他讲 这个是我师父 我教我念拳那一种 然后他还叫他跟我道歉 这个是最好笑的 当时那个学生 FOM 3 因为他老大逼他跟我道歉 所以就在校门口跟我道歉 然后全部都看到 那个是很好笑 对我来讲 因为他本来是要叫我去校门口那边 叫他人来要打我的 结果 到最后就被抗一巴掌了 然后叫他跟我道歉 所以那个时候 就已经叫了很多人去学校吗 你刚才说有一群人 大概有多少个人 二十多个三十个有 那些骑摩托来 那就他就在二三十个人的面前 就被他的老大自己赏了一个巴掌 然后还要被逼当面跟你道歉 这也太有趣了吧 可是以前我以前像很有名的 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 应该是中国报有头版写 中国版 五十个跟一百个人打架在校门口 你懂吗 打到当天的时候 那个事情 2008年是09年 打到当时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副教育部长 从当天飞下来 开记者会讲 这个不是种族问题 这个是学生 自己有误会打架 打群架在校门口 所以那个时候 Melvin你已经有在学校了吗 我也在我也在 那时候我也在 可是当天那个时候 在校门口打的那个 我出去的时候已经闪了 我出去的时候已经闪了 已经打完了 那个事情是闹到 没有一号的警察来 那个事情就是做到我学校很聪明 因为当天是要五十个 外部长去小狼 下来开记者会讲 这个不是种族问题 这个只是些小孩子打架 可能是学生的纠纷罢了 我还要跟你讲 我学校那边就是 当时是这样子 很多gangster问题 像我们也是有提到说 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 资讯很发达的时代 好比说我们说电影 也可以看到说 像彭于燕 张家辉 他们也是在做职业拳手 然后也有很多人可能像 有些好斗心情那种少年 那他们都会在 有个职业拳手梦 想要成为一名职业拳手 可是我们也知道呢 其实要搭上巅峰 可能你想说 拳手第一名就只有那一个吧 这条路都是很狭窄 你会怎么样去判断一个运动员 还有没有这样的天赋 然后对于那一些表现 可能没有那么理想的人 你又会怎么样的去处理 或者是说 开导他们呢 OK还是这样子 你做任何东西 你都是一样 如果你有天分的话 你就上手比较快 上手比较快 可是前提是 你上手比较快 现在通常你看到 那些有天分一个东西 他们未必成功 他们有天分多数东西 他们就是天分害到他们 中途放弃 但是这个事情我们看多 OK可是 首先你要确定那个人有天分 可是他没有天分 有时候那个人没有天分在打 没有天分在攻击 然后就想说 可能他的内心问题 他没有不肯定 上那场的时候 就减少实力 就会趴那些之类 这种人也是很多的 OK 可是你要心里讲 他不能打 可是他未必 不能往这方面发展 我本身就处理过很多学生 他是这样子 他练习什么都很OK 在练习的时候 他做的不错 可是去到比赛的时候 他的实力真的是 他的心理问题 他的实力真的是很差 什么之类 然后后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OK 他不能打 可是他还是要往这方面走 他喜欢镜头就是他 我就把他训练成裁判 因为裁判也是每个人 在看美门 你在打手 而且可能你出场力 比拳手还多 然后后来我就有一个学生 他从13岁就开始跟我 我今天也是要说对了 他已经是世界的出名的裁判 如果当时还没有MCO之前 他刚飞去中国 在新加坡之类 做那些主要大场赛事 的裁判 他的standard甚至好到 那些世界 top fighter的队内 那些教练都称赞他 做得很好的裁判 做得很公正 没有做差错之类 之类 然后他就是这样子的问题 他就是以前很怕 比赛不能 后来我就把他往 the free 方面 就是裁判方面这些跑 然后有些 我现在有几个跟我做公伙 他就是他打的手不强 可是他的吸收姿势很好 他details配得很好 然后我就把他做成一个 很好的instructor 很好的教练 他教新人就很比较厉害 他会讲出主要的theory 什么事 什么错 他规则自己比较会 这么我讲说他只能教新人厉害 因为如果教比较 比赛那些人 你当然需要experience 如果你最大的experience 你教那些比赛 你自然的你也比较少咯 少比赛 因为他比赛的水准 他会跌水准 问题是他的那个 他的比赛 教学生什么 教新生 那些他教得很好 现在甚至有做网课 教那些学生 养减肥之类 还是基本的防身 都是做得很不错 这样子 所以你有时候 你那个方面不能去 你天分比较少 可是可能你天分少 你未必再打 你可以做别的东西 也是往这方面去做的 也是很多 他很多方面可以去的 所以我们讲说 有时候 那个天分是有的 问题是讲说 你要看 可能他不是在打的方面 他是在别的方面 刚刚你有谈到说 他们有些人是有天分 可是他们却更容易放弃 怎么样去说 他们有天分 但他们会容易放弃的 OK 我可以讲 因为有天分的人 他们是这样子的 他们有天分的人 他们自然 他们做那些某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讲MMA 他做这个鞋的时候 他就比较容易上手 游戏上手 刚等下他付出的努力就比较少 他付出的努力就比较少 他付出的努力比较少 简单来讲就是 他的挫折会比较少 因为他不需要去做这样多次来try 比如说我们讲一招 我们另一招 如果你要会那招 比如说Flying Umbar 你要会那招 可能普通没有天分 他要practice大概一个20次 这样子他才会勉强上手 而且有天分的人 可能他看过video 他看过教练做一次 他去做两次他就会了 然后就是讲说 他面对的挫折感比较少 这样子的情况就会造成他心理状态 其实没有比那些努力了 变成这样高水质很强 心理状态 所以变成如果这类人 我本身所看到他一开始比赛的时候 他会一直连赢 6场连赢 10场连赢 可是他稍微有一场输 还是比较没有这样好吧 他就开始站不起来 他就开始怀疑他自己 他就开始怀疑他自己讲说 哎呀 怎么我这样差 怎么这样子 因为那些有天分的人 他们是以 outcome 他们是以成绩 还有他表现来衡量自己 你懂吗 然后如果那些天分 没有这样高的人 他们不是以成绩来衡量自己 他们是以讲说 他们是以他们做那东西的过程 来衡量自己 他做那东西的过程 他慢慢练 可是他享受那个练习的过程 就讲说 他没有去看 outcome 他会去尝试 比如说他去比赛 他没有抱着我一定要赢在心里 但是我去try my best 我去做的最好的 来看我进步到哪里 然后那些天分比较高的人 他们去比赛 他们就脑里面就想 我一定要赢 而且要赢得很美 所以变成 可能他打的时候 他对手会慢慢越来越难的时候 他就开始不大敢出招 还是不大敢尝试 就会变成这种心理问题 我这么懂呢 因为我本身 差不多给算是这种人 以前比赛的时候 我连赢 全部连赢 到后来的时候 我进大赛事 我就开始会top自己 最少一难一点 就开始top自己 我想 他之前KU官家什么 我就开始怀疑自己 怀疑自己 因为我付出的努力相等的 是比那些真正努力上来 达到这些水準的会比较少 所以变成挫折感觉会比较重 如果少人面对到一点那种 那种挫折的时候 这个是我个人经验 然后这个东西 我最近读那个书 有本师书是叫mindset的英文 你去读看他也是有讲的这一类东西 他讲说这种我们 比较有天分的 他们是脑上面是fix mindset 就是他们 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子 然后如果是那些 比较用努力追上水準的人 他们这种脑的想法 就是grow mindset 就是找那种mindset的书来读 他也是讲的类似这样子 所以我才了解到 原来是这样子 挺有趣的 可能有些时候 就是因为他本身 就比其他人更具的一些天赋 然后还更有天分 自然而然所谓的心理数字 就没有那么强大 本期节目是由Ultimate MMA Academy配合播出 Ultimate MMA Academy是一家坐落于柔佛心山的拳馆 他们有着14年的教权经验 也可以称得上是大马综合格斗界的先驱 除了综合格斗 他们也提供泰拳 巴西柔素 受身与力量训练等多项服务 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通过以下资讯栏 获得更多的详情 像刚刚我们也提到说 就因为明星效应下嘛 就有越来越多人对跆拳啊 或者是综合格斗这些类的经济感到有兴趣 也有很多健身房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开始在开班收客 但我们也发现到的很多时候 我们也并不了解那位 我们说师傅吧 那位师傅他他本身背景 我们也并不了解 还有没有所谓的资格认证 在这里呢我就有两个问题想要和你探讨一下 那所谓的资格认证导师是否重要呢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挑选教练的时候 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来去选择我们要跟哪一位教练学习 ok 这个面对这个问题 永远的好像说可以有可以没有的那问题 因为是这样子 以前那种基本上我们这个 MMA 界跟的估计我们不一样 我们的MMA 界就是 其实如果你有打过比赛 有出过赛 你有训练过学生去比赛 基本上就是你的那个 你的 social proof 就是你的资格认证 就是选择来找人 相信你这些之类的东西 可是9月90 一个东西它慢慢发展 它的钱的那方面就有来越多 就开始有一些人就开始要 组成一个学会这些东西来认证人家 就是来确定他们的 他们的道理是对的啦 他们的教育是讲说 我们要确定人家的 Qualification 是对的啊 不然会破坏这个什么 这个MMA 的名誉 然后可是可以讲 如果啦 这个association 这个学会 不给一群根本都不是MMA的人 来操控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它就是讲说 ok 你们要来上我的 course ok 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来上我的 course 一天 你就会拿到 你就会拿到Level 1的教练资格什么 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啊 我看越来越多啊 你会看到那些人 根本的是没有打过 甚至有些没有接触过 我只是去上这个 course 上一两天 甚至你看YouTube video的人 可能会比他更有知识 上一两天 他们就拿了一个资格认证 然后他们就讲 可以开盘教人 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association承认的Level 1教练 现在教人 你看到这样子吗 有些甚至把它水准降低 就是因为他要给多一点人来 因为如果你给那个人 Level 1 全部fill到完 你就没有Level 2 你就没有赚钱了 他就要给很多人来 他甚至降低水准 降低水准 他就给那些人很容易pass 你就会看到 哎呦 这样差的人 那些人都可以去教 自己开班 之类的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 有些sport 他们水准 每隔一个几年几年 就会下降下降 如果你是old school的 好像比如说我们讲 传统的那些 有些你old school人学 可是你离开很久了 你就回来去看 Olympic 还是看Motors 哇老 这么吃人哦 这样差的冻到就算了 这样子 你又这样子看 因为他们的水准降低 还要给人家更多 inmove support 还是钱的问题 可是 这个跟我之前讲的 全部是他的不好的 point 好的 point也是有 好的 point就是那里 好的 point就是 你是把那个运动 介绍的更广泛更普遍化 当一个运动更广泛更普遍化 更多人可以玩的时候 他的那个经济来源就大 他的那个市场就大 他market就大 ok 比如说我们讲 一个例子我们讲 MMA跟泰拳 MMA跟泰拳 之前的时候 人家好像说 不是每个gym都可以找到了 ok 现在是 他们甚至把它变成什么combat fitness 把MMA元素 什么加在里面 那些人穿MMA前套在那边开进一夜跳舞 那些之类的 ok有些人是不能接受 有些人是传统比较传统 还是比较那些要打的 他们就不能接受 我们讲 哇你怕你把MMA改到这样 不算不是好不好 我就忘了 我本身就以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我本身就认为 ok不错 你这样做 你可以把MMA普遍化 变成那些人会买那些 merchandise多一点 会买MMA前套 买那些东西多一点 我本身那边卖很多MMA 因为前套都不是真的练打的 他们是练那些combat 什么样子来买的 ok还是买沙包 那些购买多 这个是变成市场变大却 market变大却 这个是好事啦 是 他的坏的方面就是水准变低咯 总结来讲 我认为啦 如果你要把一个运动 普遍化做大它 你还是要往那些路线跑的 就是好像说 你要standardize 就是每个人教的课程是这样子 这样子一样东西没有跑 虽然它差水准称是不齐 可是你知道你的standardize 就让你给人家知道 我的学会承认这个课程 这样子这样子 然后全国可以教什么 我认为啦 这样子做是对 可是只要你不要把political issue 放进里面 你不要讲说 ok我不喜欢这间金 我现在做主席 ok我就是不要给他人 来上我course 然后我还是哦 讲说 ok我只是为了单单赚钱 ok全部人都bass上来 我call都不办 这个也就不对了 你要制定一个很street的水准 当然不是street 全部人都不及格啦 很street 而且他level一层一层上的水准 其实也很street 给人家这种资格去教 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子的 你没有做到这种资格 你没有控制 人家还是会去教 人家去教的时候 他水准就更称之不齐 甚至可能有人受伤 有人受伤 还是有人死的话 比如说他教一个摔 那个人摔 他没有一个standardize 他不懂 他不懂怎样教学生先 他没有教学生讲跌先 ok他就去教学生讲摔 那学生摔有人死的话 还是半生不死的话 他就会影响到全国 你的那个运动 你的那个association 比如说MMA 突然间有一个人 他没有被standardize 教想仿跌先 他就去教摔 那个教练教 那他class里面有个学生死掉 等下之后 他就影响到全国的MMA 他就讲说 哎哟你看MMA 不危险 所以我个人方面 虽然是有这样 有up and down 我还是比较偏向你 支持这种standardize 可是前提就是 你不要把它政治化 而且你要真的做很straight 很好的 那个system上 一场一场这样子 其实是一个运动的发展过程中 一定要做好东西的 不然的话你就看到 可能意外发生 这些之类的东西 这样子 嗯哼 那我们也谈到说 挑选教练的时候 我们又该以什么作为标准 比如说我今天就很有兴趣 想要去学 所谓的综合格斗 那我进了一个健身房 那现在都很多健身房 都有在提供这样子的教练服务 那我又该以怎么样作为标准 OK 通常这种东西 如果是以健身方面 你就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你看那个人的身材里面 可以知道的处 你要不要跟他学了 OK 如果那个教你的人 他自己的肥 没有在share man 你还hellof他这样教你是不是 教他你自己不会长头 自己是莫大 你还教人家长头发这样子 OK 这个是我最普通的那个idea 如果是MA 就比较难的 因为MA你不能总是要求 每一个教你的师傅 都是玩championship的拳手 都是已经有什么champions 如果你这样子找的话 就只有几个人 OK 你要找那个教练 如果是这样子 你最好是找那个教练 好像因为不是每个教练 就像我这样子做很久的 你要找那个教练 你看先survey他 你问他 你可以直接问他 你问他 你是under什么队的 因为那个队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under什么队 有时候你找到新的教练 刚出道教练 可能一年两年三年的教练 还是可能他比赛少的教练 可是你要知道 他是本来的队 因为如果他 像我刚才前面讲的 他如果有一个好的队 来back up他 他虽然是新的教练 还是他比赛 可能没有比赛过 还是比赛少 可是只要他的队 是好的队 可以信赖的队 你大概都可以相信这个教练 因为他们那些队 如果历史集完 是他有某些信赖程度的 有品牌的 他们怎样的好 他的总教练 还是他上头什么 都会顾他的名声的 我讲的方式是讲说 如果你这样看一个新教练 你自己看他是属于那一队 如果他是没有队 他自己练习 这样子多数是看youtube 所以如果以马来西亚市场来讲 因为马来西亚现在还没有 MHJ还没有什么 certificate 所以我对我来讲 MHJ你最好是 你要看那个教练是从哪一队来 当然 身体什么也是要看 身体跟历史什么看 最好是还有历史 可是我敢跟你讲 不是每个人都是打过很多场 那种之类的 尤其是这三年来 又COVID 又经济状态 那个主办 比赛也是越来越少 这样子ok 所以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 是你看的是从哪一个队来 他是associated跟水 affiliation跟水 这样子 像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网络上 就会传出一些很激进的训练方式 比如说不断的剃美习惯子 或者是说在那边忍痛 给人家打他的腹部 那这一些训练都是必须的吗 在你们综合格斗里面 这些训练其实是很多 是一个好像多一个mid-boss 就是他要做来宣传效果 如果我拍宣传效果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教我人这样子做 因为现在的时代都是资讯时代 如果你没有做一种特效 这种事情 不会吸引人家的眼球 因为太多资讯了 比如说 我看到那个沙包差不多要断的时候 之前的时候 我全管差不多要断的沙包 我就叫我的那个出名的 那牵手来 我跟他讲来来来来 就是这个沙包差不多要断了 你最后几下 你可以给它断 我帮你拍 然后你过上去 就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pattern 因为其实我本身也是有拍这样子 来帮我的全管宣传 还是什么 那种比如说 我站在那边 用手来打肚子 可是我比较少做 现在因为你可以吸引眼光 现在吸引眼球 以前我本身也是 那种完全没去pattern 他们喜欢拍我训练的方式 你懂吗 可是我真的可以做到 比较挺好的 我就做很exual 那种东西 因为他们的拳 不是有点下巴 因为你下巴耐的话 我跟你讲 就没有比较 没有这样的那个concussion 就比较耐了 他们就咬住那个布 那种拉皮 那个很重的哑铃之类 我之前我在打大型design的时候 我要吸引眼球 我就拿那个东西咬住 我不是挂着哑铃 我是挂着一粒小粒的沙包 一个30kg的沙包 这样子拉 还没有玩 我跟你讲 我在上面拉着一个pull up 这样子pull up 扒上去 咬住那个30kg的沙包 上去那边你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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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的 那个机械要做给你们看 做戏 你知道吗 真的是没有阵子练 那阵子练有没有 你可以打到很多东西 你倒不如你震惊去做一个机械那边 拿那个 拿那个位置 是不是更好的 就是做戏给你们看 你知道吗 可是还是有人去信这东西 因为其实电影拍出来 就这样子 电影拍出来像我讲的 一个效果做给你看 他们很多是extreme的东西 所以很多是做的效果 其实现在科学训练 你不需要做到这样子的 可是某些训练 对我们来讲是很普通 可是对你们来讲是extreme 比如说我们讲说 那个好像push up 跳起来拍手 再下来这样子 这些是explicit训练 对某些人来讲是很extreme 然后至于那种 用手指来pumping 那种东西也是多疑的 因为你用手指来pumping 你证明你手指有力 OK 如果你是graphing 你要练你的wally的话 你不是拿手指来pumping 它不一样function 这类的东西 打肚子是有那些练抗肌打 可是要看啊 男生可以这样子训练 女生就不能这样子训练 因为女生他们的生理 构造功能不一样 这样子训练的话 可能有啊生不到孩子 打肚子是靠抗肌打 这些之类的 还是有的 问题是讲说 看你怎样看啊 好像说泰拳 我们要给他脚骨变硬 那个筋骨变硬 对 他就拿那个 像一个树枝 一个疼这样子 打打打打打 因为打给你的神经线 比较死了嘛 打的神经线死了 就是你比较不痛 你踢的时候你就比较耐 这些之类的 是有的 问题是对我们来讲是很正常 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讲是extreme 那Melvin你对于传统图法念钢的训练法 还有科学训练 你有着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你觉得科学训练重要吗 科学训练是很重要 因为以前的运动水準 跟现在运动水準比 现在运动水準 相比之下跟以前比 是在进一步之为的 真的 如果你不信 你看Olympic 以前的人他可以游多快 以前的人他可以跳多高 以前的人他可以什么 以前的人是强 问题是如果你要比top tier的 是best of the best 还是现在的那个top level的 运动员他们学生比较强 因为他们有用针对性的训练 还有科学运动 还有nutrition的东西来练习 所以怎样的 科学的训练 总是是科学的东西 它都会比以前传统的东西 比较有效的 因为你是针对性 而且你用数据来算出来 你用数据 你用那些testing那些算出来 所以你怎样都是有效 我们讲说营养学就够了 怎样都会有效 你拿以前的人来比 跟现在 是啦 你可能讲以前的人不要耐 那跟你讲普通人 我们讲运动水准 运动水准的话 top tier跟top tier 你看不然这么Olympic 他可以破了以前的记录 Olympic历史几年 那如果以前的人比较强 这样现在的人是比我们 也很重破的记录 是不是 我们也有谈到说针对训练嘛 然后又有说数据参考啊 然后营养学啊之类等等的 我想问一下 在你们Ultimate AMA Academy 你们自己 每次你们派你的学员去比赛的时候 你们自己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团队 是在做这一些数据分析之类的吗 所以分析之类 基本上我的人 全部他们有到这种水准做 都是我帮他们做的 我本身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学者跟研究员 我喜欢研究这些东西之类的 数据啊之类的啊 判的错误之类的啊 都是我去研究员 因为他们其他的人 他们还没有到这种水准 他们还没有这样成熟 他们已经 他们可以execute到 我分析给他们的东西已经算很好 当然有时候 我也是给他们发表意见 你们这样子 他们的意见我听了 我都去分析看 我到底是原因在哪里 这样子咯 那我们这里有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没问题你觉得 在马来西亚综合格斗发展 目前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然后针对此事 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去帮助 改善这个现象 当然现在每个运动 其实基本上里面对最大的发展 不用讲了 知道是什么事情 尤其是这个疫情 因为你不能练 不能开变 所以基本上 在这两年时间里面 那些想要起步 那些想要闯的 那些新人跟拳手 基本上已经是relay了 可以讲 所以基本上这些情况里面 你要讲我们不能做什么也不是 我们还是可以做到东西的 因为现在直接很发达 你看视频多一点 你自己学 你自己学 请教人家 我也是有遇到人家 不时不时来请教我的 就是好像说 Message我问我看 这这东西我做对不对 只拍视频 还是可以做到东西的 好过没有做 你要讲是不是 好过你世界方挺什么东西的 可以做 所以还是可以做到东西的 可以讲 没有讲说完全做不到东西的 你经营了 你做你可以做到什么东西 你没有讲 哎呦 你看已经没有开 我觉得那个比较偏向于个人成长吧 我是说我们以整体来看 就是说综合格斗在马来西亚 它的发展面对最大的挑战 会不会是说社会不允许 不会 综合格斗在马来西亚巨大的发展 其实没有关系 跟社会不允许 社会基本上已经完全结束了 因为完全Message 他已经做得很成功的事情 就是他已经普遍化了 可以变成每个 即使你是妈妈当 你问那些人他们也不懂 OK 基本上最大的发展就是 讲来讲去 都是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市场价值 那个钱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没有钱的问题 你就主办不到比赛 这些东西 你主办不到比赛 那么的时候 你就很难发展 你就很难 找出新的那个人来 接班的运动 来接出这个运动 对 这些东西 所以这两年 不要讲这两年 这三年来 基本上我们综合格斗 面对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因为再加上疫情的问题 变成那些大厅 Event 他也没有得进来 买一些主办 当他没有进来 买一些主办的时候 就已经把那个市场的 那个钱什么 就已经带很少进来了 带很少进来 各行各业都会影响 因为如果你像他们是 他们最多可以跟你做模式 最多可以跟你做online quiz 其他东西 其他东西 有些线上课程 这些也是难做的 线上课程 因为线上课程 我跟你讲 因为他们很多里面 他们里什么 都是不同的 他们做线上课程 他们要请外面的人 来帮他们做外国的 因为他们 还是有这个想法 就是本地的 都不会比外国的强 外国的 还是最强 他们认为是最厉害 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你要叫外国人 来跟你做线上课程 的时候你以为你没有钱 他们会动 这种想法是no money no talk 所以基本上 还是可以做到东西的 你知道啦 可以讲 因为所有东西 involved association involved association involved association的时候 就变成政治了 政治到一个对的人手上 就不一样 可是有几个真正有能力 对的人 会去跟你玩这种 association的主席 政治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很多association 他们的主席什么 多数是一个金主 还是多数是一个有势力的人 而不是真正那个 运动的那个expert 你知道吗 因为真正那个运动的expert 他们不要给你做这种慈善 因为如果你真正拿那个担当来做 你拿那个主席 还是高层的位置来做 你真正要发展这个sport 这个是有点吃力不讨好的东西 你倒不如管好自己的gym 是不是更好 是不是 所以那些真正有能力的 那些expert的东西 他们很少要跟你去 真正active这种political的东西 反而是那些护士跟他旁边的人 还是什么 他们就被推卸 选举做什么主席之类 因为他们要名 他们有钱的 还是他们有私利 这种东西我觉得不值赞 Mabel 你去每一个sport里面 很多是这样子的 你很敢讲 我知道 因为我老师跟你讲 如果谁讲我讲 他不对他可以来我前面 跟我来对阵 跟你讲ok你ok我错 ok我道歉 你ok吗 如果到时候我这样拨出去的话 你拨出去是ok的 我怕有什么东西我都敢讲 是不是 没有我讲实话 是这样子的 你看啊 你真正你有能力的ok 你拿你能力来找吃更好 这种吃力不讨的东西 你做不好你又给你要讲 你做的好 哦我要讲 什么啊 可能别人就过来拿功劳 你自己想看你抽出 本地马来西亚 十个运动你抽出来 有几个的主席跟副主席 跟俗里主席 真正玩到expert level 有几个的 嗯 十个运动你拿出来 可是有问题是几个 不准吧 对 多数的是那种 金主 还是有权有势的 啊 如果你播这个出来 你叫观众拿出一张纸 List是十个 马来西亚的学会 那些主席什么expert 不要拿中学那些来讲啦 你拿中学那种 你当然是选会玩的人啊 我们讲到这种 state level 还是那个 还是那个national level的 不要跟我讲拿中学 中学红线 因为我真的会超步 我妈你不要跟我讲 那种公司 那个是小孩子的 确实是很多的 这些总会呢 他们的领导层 可能就是并没有很好的一些 运动背景知识 可能就只是处于一个爱好 或者是所谓的 他们是在经济能力上更加 能够支持那个总会发展 而缺乏了一些 正统的管理吧 我觉得 这我心里是不能怪 我跟你说不能怪 你跟我讲啊 可是是可以改进啊 还不能怪是因为这样子 比如说我是一个学会 我学会没有钱 还是我学会要一个靠山 因为这么呢 有时候有些 他叫来做主席 做收入主席 不是给钱 他是给依靠能力 这不便啊 因为我学会 我没有钱 我当然是要找一个金主 来support 还是我学会很新 我要申请信怎么难 我当然是找一个有权有事的 来做我的主席 来顶住 这个是不便 这个是give and take 我需要这东西 我就找这种人来 我觉得每个学会 可以做的更好的东西 你去找那些金主什么 来做你的主席 什么是对的 因为你要support 你要投靠 是不是 我是懂啦 因为有些gym 他们找我来 under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借我的名字 简单来讲 就投靠我的名字 是正常的 同一个团队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道理 跟哪些有权有事的 来做主席 什么是一样的 可以做 没有问题 问题是想说 你可以做的更好 就是 你找一群智朗团 就想说 帮你想的人 是expert 在这一行的 进来做你的advisor 进来做你的advisor 这些advisor 不一定要有 不一定要有名分 什么的 他可以做你的advisor 就是你要听他意见 你要讲说 人家 你看戏什么 王朝以前也是有 他们是叫做 courcer of elder 这之类 帮你分析东西 帮你讲这种session 出来这样子 当然你要不要听 是另外一回事 多数 我是不知道 当然要不要听 可是你要找这种自郎团 这种真正要为他的 学会员 跟他的经验 为名服务的那些人 来做你的自郎团 帮你想政策 什么什么 当然 私心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有些自郎团 他不要给真正的idea 因为他给人家 功劳是你拿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讲 你一定要找advisor 进来帮你讲 你不要一堆人 都是那种 好像你要放那个 你要放那个什么 你要放一个照片 一群猴子去抢那辆车 又不懂 怎样驾那个车 这样子 你一定要找会的人 来给你advisor 是没有问题 那些完全没有 这个sport的人 来做主席什么的 因为他们要名 然后学会要靠山 是正常的东西 give and take 是不是 如果你找一个 很有能力的人 可是他没有钱给你 而且他没有那个 什么 他没有那个投靠能力 所以这种事情 现实到最后 也是要回到现实中了 是是 我也认同 好 那这里呢 我也会问一个 每个嘉宾我都会问的问题 Miavin 你能否和大家分享 这些年运动教会你的事呢 那他又问你的人生 带了什么样的启发 或者是在你的人生 给你带了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运动基本上 教会人家 因为我一开始从小 我就是算是一个 是一个运动员 所以你吼 对我来讲 这个是一个生活方式 我觉得你吼 教会人家的方式 其实基本上 是教会你接受失败 接受你怎样 从失败中站起来 再向前 因为 你知道运动 是一个competitive sport 你要有跟人家竞争的心 你才会进步的 对我来讲 你才会 才会有更耐的成长 之类的东西 OK 在这方面他教会我的东西 就是跟你讲 就是好像说 没有这样有意乎书 如果是真的 steady steady 不用紧重重站起来 学东西 然后再向前 move on 是这样子 OK 我人生的启发就是 他给我人生的东西 就是 还有这种东西 每个人可以从里面 找到一个目标 人家讲 purpose of life 你的 purpose of life 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一个爱好 没有一个运动的话 基本上 你就是赚钱 哇 赚钱 然后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要有一个 purpose of life 就是讲说 你set好 我今天要练 比如说你是个普通人 你就是练讲说 你要不要练到身体的 啊 身体的六地肌肉 就是 你的 purpose of life 肯定有个人生的 purpose 是 是 人生必须要有一个目标 然后他才能够 至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也是 有着一个方向去前进 或者是说 你也是会很享受 那整个过程 对 像你本身 目前已经有一个 两间的拳馆嘛 然后 你又是 手下 手下已经栽培了 蛮多出色的一些运动员 我这里想问 像你说 你对你未来的人生 还有着什么样的向往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 短期的目标 可能五年后 你有没有一些计划想要达成的呢 短期的目标就是 我想训练出第一个 马来西亚的世界冠军 短期的梦想就是 就是想要有更多的 更多的拳手 可以 可以达到那种 国际的 赛事之类 更短期的 刚才不用讲 更短期的 当然是要 开诚的摸手 要给我的权管 可以给我更好的收入 因为你有钱的话 你就可以做完东西 就可以更好的发展 这个赛事 没有钱其实基本上是很难发展的 什么问题 到后来都是要讲 讲钱 嗯哼嗯哼 那 Mervin如果我的听众 对你有兴趣 他想要了解你更多 他们能够在哪里找到你呢 他们可以去我的Facebook Melvin Yo那边 就是可以看到 可是我现在Melvin Yo的Facebook 我比较少放那些练权的东西 我多次是放那些搞笑的东西 因为我把自己归类成 part time comedian 哈哈 ok 那如果我要看更多 关于练权的一些 新闻啊 或者是说资讯内容呢 我可以去哪里找到 你可以去follow我的那个 我的全款的page Ultimate AMA Academy 还是The Colosseum MMA and Cafe那边 这两个地方 还是 还是你去我的Melvin Yo那边 你drop我一个message 你问我 我也是可以 我也是会回答你 嗯哼嗯哼 好很棒 好那今天呢 我真的是从Melvin身上 学了很多 原来AMA里面呢 是包含了 那么多的一些技术 还有学问 我会把Melvin的一些联系方式 放在资讯栏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以下 那资讯栏里面 了解的更多 这里 我也想要再次和Melvin 说一声谢谢 答应了我的邀约 花了宝贵时间 分享了那么多 有趣的故事给我 以及我的听众朋友们 希望呢 一千块点好转 那我就有机会去你的全馆 和你做更多的交流 谢谢Melvin OK好 拜拜 本期个人小总结 出访时其实我们就有谈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但在正式反弹里面我们却没有很详细的提到 Melvin早年在学校担任几日老师时 会把一些教叛逆的男学生带往拳馆念拳 并特地安排女拳手去和他们PK 祭拜他们 错他们的锐气 让他们理解人外有人的道理 从中在教育他们 这让我想起之前某位教练曾和我说过的话 从心理层面来说 在课堂上叛逆的学生 往往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学业中得到好的表现 他们只能通过一些举动去吸引别人的目光 博取他人的认可 这时候无论你在课堂上如何责骂他 对于他而言 反抗不认错就是一种精神 因为一旦他认错了 不只是会遭到身边朋友的取笑 也会得到自忧生鄙视的眼光 但如果你能引导他 让他找到他的兴趣爱好 未来成就也不见得一定会比在课堂上 考取好成绩的支优生来的差 我个人就挺喜欢用运动这回事来引导学生 好比说通过运动训练 让他们明白团队合作 守时纪律 以及对目标追求的坚持等等 这些生活当中的软硬技巧 从而在引导他们如何把那份热爱 画到课业学习上 如果你身边也有着正处于叛逆期的少年 我真心建议你能够尝试 让他去接触运动训练 你会发现那些在课堂上叛逆的孩子 却对于教练的指导极度服从且深信不疑 这是因为教练让他在运动场上 获得了别人认可的眼光 我们在从中慢慢的把他拉回正轨上 毕竟如果责骂真的有用 他今天也就不会带给你那么多的烦恼了 最后的最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觉得他给你带了一些想法以及启发 还请麻烦你到Apple Podcast订阅留言 以及为我打上五颗心 你也可以把这些内容解评 在IG实时分享 并把节目推荐给你的身边 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 同时你也能够在脸书搜寻 并订阅那些运动教会我的事 如果你想支持我的节目 也可以点击资讯栏 给我买杯咖啡 谢谢收听 我们下期见